大家好,我是元宝 开头的视频大家也看到了 这是一个死刑犯在临行前的懊悔与恐惧 可在他举起锄头向被害人的头部砸去的时候 就注定他早晚有这么一天 今天来给大家讲述一起发生在四川省衙岸市的残忍命案 而就其原因是以为戒种 那么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话不多说,开路本起案件 总人 在1991年,四川省衙岸市汉原县一个偏远的乡村 一对信仁举行了婚礼 男人名叫曹中武,女人名叫白鼠穷 婚后的二人过着日出而出,日落而起的农家日子 可慢慢的曹中武发现妻子白鼠穷的肚子了 不管自己怎么努力,也是没有反应 好在这个曹中武没有愚昧无知的把生不出孩子的事怪罪于妻子 而是一起到医院进行了检查 最后发现是曹中武没有生育能力 可这个消息对于一个传统且奉闭的农民家庭意味着什么呢 代表着抬不起头,绝后 回到家中的曹中武,看着当时只有23岁的妻子 那种无奈与伤心,还有丧之准 这种情感是五味扎沉的 时间来到了92年 在一天深夜,曹中武对妻子说道 要不咱们去接种吧 妻子白鼠穷一听,说道 不行,这事怎么做呢,我也做不来 当时呢,曹中武看妻子的态度 再加上自己心里也没有准备好 所以呢,此事就暂时搁置 可二人不怀孕的事呢 让这个曹中武的母亲就觉得有一点难过 因为曹中武是他们家唯一的男顶 这要是不申孩子,是不是就绝后了呢 于是呢,母亲就经常的催促曹中武 还时不时的给儿媳脸色看 这弄的小两口是经常吵架 因为当时呢,曹中武的母亲不知道他们是怀不了孕的 而曹中武呢,也在村里经常寻觅 看谁比较合适,因为他要接种啊 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妻子白鼠穷心里也发生了变化 他也在寻觅谁比较合适,只不过他没有生长 没过多久呢,丈夫曹中武再次跟妻子商量接种的事 妻子呢,白鼠穷这一次态度有一些缓和 没有最初的激烈抵触 而是听丈夫诉说不能生孩子的危害性与香火的问题 听丈夫说完呢,妻子问道 那你觉得谁合适呢?曹中武说道 我觉得这个村洞头的老长就比较合适 这个人呢,老是有本分 妻子白鼠穷听完,立马就给否了 随即说道 老长这个人呢,那就是汉子一个呀 你不怕剩下的孩子跟他一样汉吗? 曹中武一听回道 那你说谁合适啊?白鼠穷说道 我觉得隔壁寸的曹正昂最合适 长得高大,模样也短正 关键呢,脑子那是聪明啊 他自己的一儿一女都长得不错,还聪明 说这些话的时候呢 白鼠穷的面部表情已经控制不住的效益 而曹中武呢,也不傻 他一看妻子这个状态 随即就把曹正昂给否了 他说道,不行,我不同意 其实曹中武也是担心妻子跟曹正昂弄出感情的 接种之后呢,还来缠着妻子 所以呢,曹中武啊,找老长 就是觉得老长比较汉 接完种呢,他也不会再来打扰 最起码自己能控制得住他 可妻子一听曹中武的否定,也急了 说道呢,那我就不管了啊 是你不能胜,又不是我 没儿子拉倒 曹中武听完妻子这些话呢 也是羞愧不一样,随即沉默,是一夜没睡啊 第二天一早呢,想了一晚上的曹中武对妻子说道 就他吧,我去找他来谈一谈 当时呢,这个曹正昂已经有了一儿一女 他的妻子当时因为他家里穷就离婚了 所以这事儿对于曹正昂来说,那简直是不要太瓦赛 对方年轻不说,还能让自己体验一把曹操的感觉 所以呢,当曹中武一提这个事儿 曹正昂是满口打应 并保证尽快尽早完成任务 当时呢,曹正昂是扫眉大眼的,心里很难受 但是他还是故作健强的说道 可有一点,怀孕之后你们再无来往 曹正昂一听,点头打应 说道呢,只播种不收割 如妻儿如养子 就这样,这件事儿呢 两个男人就算是给定下了 在记下来的事件呢 这个曹正昂是害的 有事儿没事儿呢,就往白鼠穷的屋子里转 没当他来的时候呢 曹正昂就极不情愿的走出屋外 盾门口是夸卡抽烟 人家完事儿了,还要给人家弄顿饭吃 这有点类似是拉棒套了 曹正昂是哀声叹气 这都姓曹,这差距有点太大了 接着呢,终于在曹正昂的不懈努力之下 妻子白鼠穷怀孕了 并在1993年顺利剩下一命男婴 曹正昂是开心极了 一扫自前的耻辱 并给了曹正昂一些钱 据说这个数目还不小,对于他们来说 但是呢,他也提醒曹正昂 你的任务结束了 以后呢,就别再来了 曹正昂当然答应了 可从这之后呢 妻子白鼠穷的脸上就有一些掩饰不住的难过 晚上呢,曹正昂要亲热 白鼠穷要么是强硬的拒绝 要么是复言了事儿 一点也没有之前自己在外边听的那一份患事 但是呢,曹正昂觉得 这可能是妻子需要一个过渡啊 还没有缓过来,需要事件 可慢慢的呀,村里的风言风语就堕了起来 曹正昂也开始留意妻子的这个状态 果然趁自己下地干活的时候呢 这个曹正昂也来他家中来干活了 此时的曹正昂呢 还没有去找这个曹正昂理论 而是先找到妻子怒骂道 都生了孩子了 你怎么还让他来呢 妻子白鼠穷也不让步回怼道 是他自己跑来的 又不是我喊的 曹正昂说道 那你不会拒绝的吗 而白鼠穷则更加的来劲 骂道 你跟我叫什么叫 你去找他呀 只要他不来 我肯定不会主动去找他的呀 几轮吵架下来啊 曹正昂满头绿色火焰 是迟迟无法消灭 于是呢 他就跑到了曹正昂的家 是破口大骂 说道呢 你个不守信用的东西 你再来我家的话 老子就打死你个鬼儿 当时呢 曹正昂还正就被这个曹正昂给吓到了 一是自己离溃 二是曹正昂那镜头子啊 确实吓人 还有就是自己的孩子与家人 也受到了影响啊 就赶紧出来哄曹正昂 并发誓独咒的 再也不去了 见如此呢 曹正昂觉得面子油了啊 才算拉倒 就回家去了 可这一遍呢 这个曹正昂啊 没忍几天就有点受不了了 对小娇气的思念 当然还有小娇气 为其剩下的儿子啊 这哪是如气如子啊 这分明是无气无子 所以呢 他还是偷偷的来到了曹正昂的家 来做客 二人在一次死会过后呢 曹正昂叹气说道 无气树雄啊 这以后可怎么办呢 这么弄太危险了呀 白树雄听完也是连连成事 太危险了 看得太紧了 我现在都发挥的不好啊 心里怕怕的 于是呢 二人是越唠越上头 越唠越咬牙切齿 可此时二人还没有想到杀人 这个计划 日子还在这么继续着 随着儿子慢慢长大 白树雄越发觉得自己 与曹正昂的感情是已经没有了 心里真正爱的那一个人是曹正昂啊 而且儿子也是他的 这种想法是越来越强烈 他已经与曹正昂是无话可说了 而且白树雄与曹正昂的死会 根本已经不被人了 其实呢 曹正昂都知道 可他此时呢 是在忍耐 目的是不想让这个家散掉 可这一遍白树雄与曹正昂 越发的看曹正昂就是个问题 因为白树雄此时已经觉得 自己与曹正昂才是一对 只是碍于村子里的风言风语 碍于脸面 不能在一起 所以在一次二人缠绵过后 白树雄说道 要不我们把他处理了吧 曹正昂只要活一天 我这心里那就不踏实呀 曹正昂摟着小娇旗一合计 行那就干 接着呢 二人就开始密谋了计划 在1998年12月25日的晚上 白树雄突然就准备了 一座是饭菜啊 还有酒 贵来的曹正昂一看 那开心极了呀 连续六七年都没有吃过热壶饭的 曹正昂被弄的是不知所措呀 当时呢 白树雄一改往日的冷漠于无事 热情的给丈夫是倒酒又讲菜 曹正昂开心的不得了 一个劲的谢谢妻子 酒足饭饱之后呢 白树雄说 要与丈夫一起浪漫一下 去外边看看星星 看看月亮 并保证以后会好好过日子的 再也不见曹正昂了 曹正昂听完 这话差点没哭了啊 马上就跟妻子出去了 这一路上呢 曹正昂都很乐呵 挽着妻子的手漫步在田茧地头 并输出着自己这些年的不义与伟大呀 可突然 一个黑影从田梗中窜出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播种战士 曹正昂 曹正昂背着突如其来的情景 也是弄得触不及防 只见曹正昂抡起大熟头 上去就是一下 曹正昂 啊的一声 就倒在地上 曹正昂手起除落 又连跑几下 曹正昂是一点都 没这个反抗啊 就死去了 做完这一些之后呢 二人赶紧将曹正昂的尸体抬上了自行车啊 将测试骑到了一条公路边 围撞成这个撤货的样子 不久呢 曹正昂的尸体就被人发现了 警方赶到啊 对现场进行了砍验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撤货造成的 分明是头部遭遇击打 导致颅骨骨折啊 颅脑损伤死亡的 第二天呢 警方通过调查 就逮捕了曹正昂与白树琼 二人来到警局呢 也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与动机 就到这呢 本案的基本案情是讲述完毕了啊 这起借种事件呢 带给双方的家庭与儿女是无尽的被痛 当时呢 曹正昂于1999年的11月18日被执行的枪决 白树琼呢 被判处死缓 在监狱复兴16年后于2015年出狱 好了 那么本期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最后还是那句话 愿世界没有罪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